編輯 COR第一次 SB650到現在這個是我們第一次要騎長城 妳有什麼感想? 覺得好累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鳥梨 我們要找一個神秘的女人 好那我們出發喔 那我們今天的路線 預計是從台北騎到鳥梨的通宵 來回應該差不多300公里吧 那我們全程都會爽載 這一次我們會測油耗 然後前後座的舒適度 車子改動之後的一些騎乘感受 也會分享給大家 好那我們出發前先去加油 然後等下做那個油耗測試 要怎麼游 好那我們現在正式上路囉 那SV650我覺得很適合市區 它有低轉輔助系統 在起步的時候啊 我們就慢慢放開我們左手邊的離合器 我們不用特別去補油門 它的那個低轉輔助系統就會作動 這時候車子就會慢慢的在動 你也可以看它那個轉速兩邊 然後也慢慢的往上增加給你轉速 這個行動其實蠻適合新手的 比較可惜的是它沒有滑動式離合 我們沒有滑離的話 但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滑離一半比較實用的情侶 是在浮浩山的時候 主要就是減輕路門 轉速跟車速 就在換檔的時候沒對起來 會造成引擎的煞車 就是要退檔輔助 那這個部分我也是有拍影片交過大家 如果你不會退檔輔助的時候 會不會是沒退的那麼好 會有一個那個剛剛說引擎煞車 那車子就會晃動一下下 很容易造成打滑的情形 那好我們現在挺紅玉燈齁 就我非常喜歡SV60 它低速代速的時候啊 那個排氣聲浪 你懂你幹嘛 我這一台呢 因為蓋了美國吉村的Alpha排氣管 所以它聲音會比原廠再更厚實 再扎實一點點 動力輸出是非常的限性 基本上就是很好上手 所以我覺得確實啊 可以讓我們騎乘的時候非常輕鬆 像有些車款可能是高轉引擎 或者是低牛特性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們在前手可以注意一下 這台T25它在全部的轉速 全部的速度裡面 它的扭力基本上都還蠻足夠的 加上V2引擎也可以讓它這個車身比較靈活 它的油箱設計啊 其實是比較狹長的 比較細長的 但它車身也蠻速的 那這一次呢 除了跟大家聊現在SV650之外呢 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我的改裝的項目 第一個我就是有蓋美國吉村的排氣管 那這一部分如果大家對聲音還有講究的話 你可以考慮去改一下 那當然還是有日本吉村的選擇 那聽說日本吉村的話 它的聲音會再更低沉一點點 然後呢它這個音量的部分會比較在低調一點點 那這台車特別有動過的地方就是想選調 換了DX的動態可調度的套件 然後還有跟換油風的地方 那這個其實我換完我覺得很滿意 原本SV650我最不滿意的地方 其實就是它的前叉的太軟 那即便我騎在正常的道路上喔 沒有特別去做激烈抄架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前叉很軟 然後不太夠用的感覺 沒有其實過坑那種主要 我覺得很沒有支撐住 那如果我之後有買SV650 我還蠻推薦有預算的話 都可以上這個DX 或者是說出去改一些其他 你更滿意的錢選調 改了以後呢 像我們剛剛遇到比較大的坑洞 那這個DX會限制住它前叉油的流速 所以我們地震不會直接觸抵的感覺 像原產就有一點點會直接觸抵的感覺 如果大坑洞的話 過比較小坑洞的時候 它會讓它的前叉油的流動 比較順一點點 真的在過坑洞的時候 也會比較順的過去 那第三個有改的呢 是阿如1000的後避震 其實我覺得改的一樣是還蠻有感的啦 因為我覺得這台SV650 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這個懸吊 但是如果你是平常順順騎的話 我覺得後懸吊倒是還好 因為它原產的後懸吊是比較軟的 比較舒適取向 那你不要激烈抄架的話 應該不會那麼不舒服 那現在換上阿如1000的這個後避震 可能差很多 它後懸吊就相當的硬朗 那其實在路上的時候呢 我的路感會蠻明顯的 經過噴洞怎麼回退都是比較不舒適的 那平常在道路上我自己覺得是 然後還在舒適範圍內 但是就是稍微挺硬一點點 那第四個我有改呢 是Gail Speed的拉桿 還有這個直盔的總共 那改上去之後呢 其實它整個手感跟原廠是變得挺硬一點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原廠不會到不好拉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不一定要改 那再來我講一下它的那個煞車 這個煞車的部分其實 原廠裝這個卡鉗 其實我知道它這個停台 照理還是應該不錯啦 但不知道為什麼 壓下四十它的前段啊 有點空空的 我一開始換這台還是有什麼不習慣的地方 那說真的我後續是有在考慮 要不要針對這個煞車的部分進行一個評審 看是要換來運片 或者是說裝改換其他的卡鉗 這個部分還在考慮裝 那好啦我們現在已經騎了一陣子了 來講一下長城騎的感受好了 首先因為這台是街車嘛 它的風土真的好大 尤其是我現在騎在那個溪冰上面 快速道路上面真的很撞風 這樣我們現在去程 其實應該已經算好的啊 我覺得回程應該會瘋掉 那我的車其實之前是有裝一塊風鏡啦 那裝這個風鏡其實會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避免那個風速度 那坐墊的部分呢 其實前座的坐墊 我已經覺得現在騎了一陣子 有點像 你想像裝的沒有那麼舒適欸 它有點飽 也有點飽 坐久的幾度 蠻酸的 像現在已經有點飽氣了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已經開始酸酸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前座的原廠 不太適合其他 短程 這還好啦 短程不會不舒服 但是相較之下 後座 我剛剛有問一下 它後座的 坐的硬設計是比較厚的 以前是在後衣 壓下去呢 也算是有力 軟硬勢中啊 不會太冷 不會太硬 坐起來是比較舒服的 而且是因為我 很神奇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它水溫 永遠都停在三格欸 雖然說到四格也是真的溫度很高欸 那我吃多久啊 我的體感上 也是沒有感覺到什麼烤腿的 那我唯一有一次 比較有感的是 在塞車在內湖的時候啊 那時候我塞了真的一個小時 基本上 沿途都沒有什麼在動 我的腿就感覺到 有一股那個 微微的熱 鋒熱氣出來 其實呢 這個引擎溫度控制得很好欸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啊 其實放棄買了Monster的696欸 因為那裡的氣冷引擎 我真的是很害怕在四處 那這台車座的高 是780mL 所以算 紅排裡面算很矮的 我自己身高是164公分 但還是很可惜 沒有完全的平彩 那雙腳已經是可以腳底的 只是說我的後腳跟沒有辦法 完全兩隻腳都貼在地面 要微微顛一下 那像我平常試車的時候啊 雖然說都會試到一些 坐到比較高的車 像是800多的啊 都很常見啊 因為紅排車嘛 那我自己當然也是 可以駕馭的說真的 可是我覺得 因為這台車是我自己的車 我希望我自己的車 我騎它的時候 至少上比較沒有負擔 比較輕鬆的 而且我老實跟大家說 即便我在女生裡面 這個體型一定算是嬌小的啦 可是說真的 我在移動這台SV65的時候啊 不是可以移啊 但很緩慢 真的是很緩慢 就是很輕鬆 也我覺得可能是跟 沒有辦法 雙腳真的紋踩在地上 有一點關係 然後再加上 可能我的身體的力量啊 像那種核心啊 那種力量 還是不太夠啊 說真的我還是比較喜歡防曬 或者是跑車的這種操控的感覺啊 但是 SV650外型的聲音 就那時候燒到我的吧 我是真心覺得 這台SV65 它比網路上的照片 真的是好看百倍 因為那時候 看照片的時候 還說什麼啊 這裡難怪怪啊 不夠霸氣 不夠怎麼樣 就意見一堆 結果有一天 我就去監禮站 然後經過監禮站外面的時候 一台SV65 紅色的我還記得 就這樣騎過去 咻 哇賽 我直接被燒到欸 真的 現在我這台SV65 其實已經很滿意了 那唯一不滿意的地方 其實 就懸吊嘛 那懸吊現在都調整過了 很多人說 它配備是不太好 比較陽春 我認同這一點 像這台車上 你看不到什麼電控 太多的電控 什麼循跡防滑啊 循跡控制啊 下雨天的 雨天模式啊 它都沒有 那只有最基本的ABS 那你會覺得說 欸我買了一台紅牌 然後都沒有這種電控 會不會很無趣 其實也還好欸 因為我說真的 它的售價就已經那麼入門了 它二售價也更掉那麼多 也很親民了 現在在通宵 可以可以可以 你們看有沒有看到 就這樣嗎 對 因為太陽也太直 對啊 會不會很像 這個樣子 要不要買 我記得 你還可以 哦 你還給我 有在天 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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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有天 喔喔喔喔喔 There will be a time 喔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 There will be a time 我們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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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燙喔 E igual 可以錄影 好燙喔 羽繩 好燙喔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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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pong Yapong 看謝林娟表演 對啊 法德 今天謝謝阿娟 這是在錄影嗎? 對 戳不到 我們現在要回城了 往回走了 這有遠一點 有點散滑 要這樣 超多的耶 好啦好啦我們現在也差不多 要結束旅程了 往回騎 先來加個油 都是錢啦 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記得訂閱一下 應該還要散發的 要好快 出去 出去啊 在這邊 出去 出去 快點 好 趁加自行 我就自己拿了 後來 好 去 但是我們會真的想吃 我當然沒有吃 我要走了 好 走 家裡 みん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